3比2逆转土耳其女排 这场比赛中国女排打得真的太燃了 我现在的心情还不能久久的平复 但其实这场比赛中国女排在前两局 依然是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因为朱婷是在之前的这个比赛中 这个腰部有一些不适 所以这场也是为了保险起见没有首发 那首发的吴孟杰呢 其实前半段顶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后面在瓦尔加斯这个强发球轮的情况下 一传还是受到了一些波动 中国女排其实在这个依传到位的时候 还是能跟对方咬住的 但是在这个对方强发球的这个冲击下 中间还是受到了一个起伏 那么在第三局开始 中国女排是首发了这个张长宁 那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 在朱婷又回归到中国女排 然后状态还不错的时候 张长宁又在这一战的这个比赛中 去站出来了 那在中国女排换上张长宁之后 整体的这个依传是非常的稳定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在复工的这个表现上 也是打了非常好的这个进攻 特别是这个复工王院院在后面三局的这个快球 真的是有一种这个如入无人之境的这种感觉 达到最后我感觉这个中国女排 每一个队员的这个内心的这个热血都被这个唤醒了 因为全场的这个防守真的是非常的拼 真的是在靠自己的这个硬顶去把这个每一个球给防回去 特别是有一个球我记得是愣是在前排 没有这个篮网的情况下去顶回去 把这个对方的这个强力的扣球给顶回去 最终通过我们的这个反击去拿到这一分 真的非常非常的长势气 另外这场比赛这个蔡冰教练也终于开始换人了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当球员状态不好的时候 是应该多去通过这种换人来调整 因为你不知道场下哪个球员 他刚好可能是状态比较好的 比如说这场比赛通过换张朝宁来顶替吴孟杰 就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那后面的话换上庄宇山来替这个王源发球 也是连续的破功给中国女排带来了很多这个防反的机会 最后一个球用吴孟杰来换前排的张朝宁进行篮网 我觉得也是一个神来之笔 我个人觉得教练真的可以多尝试一下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换人 特别是在我们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或者是看到球员在某一些环节表现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一定去可以试试我们的替补球员 因为我们现在的替补席其实可用的人才还是非常多的 包括这次换上来的这个尼飞凡 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这个防守的祈求 那么通过今天这一场胜利呢 中国女排是正式进军了这个女排联赛的这个总决赛 希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我们希望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越战越勇 在奥运会的话继续延续这样的好状态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试试一下